大家好,我是在美国赌场工作的疯婆子 今天华盛顿州下起了雨 从10月底到10月初 华盛顿州就开始进入到了雨季 要下好几个月呢 不过呢,其实我还挺喜欢这边的气候的 比较湿润,也没有那么冷 到处绿油油的 我这个人呢,就是随遇而安 我在赌场工作的这几年呢 也让我对赌场了解了很多 比如说,我才发现 我们赌场呢,几乎每个星期 或者是两个星期就有一批新人的培训 我就在想说,哇,这赌场真的是 人员流动,还有人才的需求量 真的是非常的大 不管是餐厅,楼面的发牌员 还有一些后勤的部门 都在大量的招人 而且呢,内部转岗非常非常的容易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也看到他经常招人 一般大中型的赌场都是有上千人 这样的一个工作职位的 所以呢,他在平时的时候 就是会非常的希望能有 就是在这里工作的人呢 不要离职 就算你做得不开心 你可以试试别的部门 这个呢,对于这个赌场来说 他也是对他非常有利的 因为他从新人开始培养起来的话 会花很长的时间去互相的磨合 还要做背景调查 所以呢,如果老员工 不管是因为,比如说 哎呀,我腿疼,我想换其他的部门 或者是我在这个职位上做得不开心 我想试试其他的部门 赌场都会有这样的机会的 而且是更加的容易 那可能你也会说 我没有那方面的工作经验 其实赌场的任何的一个职位 都差不多会有培训的 几乎是手把手教你 你比如说有发拍员的培训 是吧 当然有的赌场是没有发拍员培训的 但是当你学过了这些基本的 比如说Blackjack 21点 还有一些其他的 你会了一些基本的 你进入到赌场里去工作了 那你要学其他的游戏的话 赌场是有相应的培训的 所以呢 他其实是有培训 只不过是不是针对新手的这种培训 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赌场先开始工作 然后呢再看一看 以往自己的工作经历 他有对什么感兴趣 对哪些职位感兴趣 然后再选择调岗 这个转换部门呢 我们赌场的规定就是说 你必须得在你原有的这个职位上做满六个月 而且在这个工作期间呢 是表现很优异哈 就是你能完成你交给你的工作 这样呢他才会觉得说给你转新的部门 你也能有学习的态度 然后呢有工作的能力哈 还有就是说你不能总是迟到早退 矿工 如果是有这样的情况的发生的话 这样的任何的一个企业也不希望去留住这样的人的 所以呢 我们赌场是你每个人有十分 你呢不能超过五个点数 比如说你请假早退或者是矿工的话 太多点数超过五个点 你是不可能不允许你调换其他的岗位的 而且赌场一般都是开在稍微的离市区远一点的地方 因为他占地面积比较大 所以呢 不是在这个离城市特别近的地方 但是呢也不是特别远 大概二三十分钟车程 所以这就代表着说他稍微的 很多人上下班的话就要开稍微长时间一点的车哈 这个呢也会导致他希望留住人才 对吧 因为很多人开得很远才来上班 他希望呢 就是说你不要因为这个原因 就不考虑我们这个工作 所以他会给你一些 如果你想转岗的话 他都会适当的会更方便更容易 你比如说我转到这个内部审计 其实我是没有任何的财务方面的工作经验的 只是有办公室的工作经验 所以说我们有简单的基础的 办公室软件 办公软件你比如说Word呀 Excel表格呀这些 还有就是打字的速度不要太慢就可以 而且有很多的东西很多的工作内容 他都是会给你一个内部的培训 因为我当时从发发员转岗过来的时候 我还在担心 我说哎呀他培训完了会不会有一个考试啊 其实他没有考试 但是呢他交给你的工作 其实就相对来说就像是一个考试了 是吧 因为你完成了你的工作 那就代表着你能胜任这一份工作 那一开始呢肯定是慢 慢慢的你的速度就上来了 你包括我以前那个用计算器 打那个计算器 我都是用一个手指头去一个一个字母 一个一个的那个数字去敲 是吧 现在呢就不用看 就打得很快了 所以经过这一年呢 我也是学到了很多 赌场特别适合就是新移民 特别适合呢 英文或者是没有在这边受过什么教育 是吧 没有上过学 你没有一些技能 说白了 那你又要重新开始 国内的很多的职位你都做不来 所以那你到这里重新开始的话 赌场是一个好的起点 因为在这里你不断可以去练英文 学到新的技能 而且说白了 你往后跳槽 你也有了美国公司的经验 对吧 而且美国呢 就是一个正规的 美国的赌场 就是一个正规的企业 如果你跳到其他的这个公司去工作 都是非常的 也是非常容易的 因为经验比什么都重要 对吧 我自己本身呢 也没有想到会在赌场里工作 但是呢 工作上了就觉得 哎呀 这份工作做起来还是挺轻松的 而且我听我同事有的也说 哎呀 他就是过来上班呢 觉得这边的福利待遇还不错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做什么事情 也总是有一个图一点什么 是吧 那我就觉得说福利待遇我也需要 而且呢 我交一点点钱的话 他也把我家孩子两个孩子的保险也可以上上 所以呢 这个就是有了保障就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安心 而且我还可以在工作当中学到很多的东西 他还付我工资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各种的好处哈 我也是一直在说赌场的工作有多好 其实呢 工作都一样 都有好有不好的地方 但是呢 我们就看我们想要的是哪一点 看重的是哪一块 是吧 所以呢 还不错 总比在家里待着强 在家里待着呢 也会烦 有钱赚呢 心里更踏实 因为不是做吃山空嘛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我就今天简单的跟大家聊到这里 我要去上班了 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爱你们 我们下期视频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我们下期视频见